比起中场跑 你最喜欢的体育博主是谁 是打破陈锋十一年全国记录的刘德柱 还是带领中场跑走向新高度的扎西次人 抑或是全网最帅教练的龚向阳 我想答案里肯定还有他 周上荣 13年接触跑步 19年成为双冠王 20年高策失利 21年文化落宝 这短短的词汇便充斥着周上荣漫长的体育生涯 在经历两次失败后 随之而来的质疑声也变得愈发强烈 甚至被网友调侃 复读机多练手拍 不过为了梦想多敲一次大门又何妨 周上荣背负着质疑声 再次选择了复读 这一次他成功了 他用五年时间成功换取一所大学 也用两年时间成功打破质疑 现如今彼时的少年站在了巅峰 回首国王满路的席区 他也并没有异于常人的能力 只是每件事情上都比别人坚持的更简厉 有机会 那是最大事的 这些是最大事的